看你的樣子好像很喜歡遮骨 麻煩你幫我拿著它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夜潛祝日季節又來了 大家準備好下水沒有? 有很多朋友留言給阿火問遮骨怎樣做 今集就順便找這條素給大家 雖然有遮骨在手 但也不代表什麼都要打上來 大家一定要記得適合吃適合尺寸才好打 不吃的東西千萬不要做 要做一個有品的打魚腦 這樣才可以長打長有 我們先準備一條3分的橡筋 長度大約15cm 我們準備一條2mm粗的繩 在尾部打結 在另一邊我們做個圈 圈的大小剛剛穿過手指功就可以了 然後再打結結 用打火機燒一燒一燒的繩尾 這樣一條繩就沒有明顯散開了 把繩尾塞進橡筋裡面 我們準備另一條繩 在繩頭上打結 繩的長度大約10cm 左右 我們把繩頭塞進橡筋裡面 用一些硬物把繩頭塞進少許 我們準備一條幼一點的尼龍繩 然後用雙套夾綁上橡筋 把繩尾塞進去 我們要盡量拉緊一點的繩 綁完雙套結後 我們把繩尾綁到結紮緊的繩尾 然後把繩尾塞進去 再用火機燒一燒一燒的繩尾 這樣就完成了 在橡筋的另一邊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紮實 把繩尾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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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好之後 我們拉一下把繩尾塞進去 看看會不會鬆出來 看樣子應該夠了 說明的遮骨, 當然可以在遮採材料製作 這就是太陽遮骨 通常打完封後都可以在垃圾房撿到 不過新款的太陽遮就已經沒有了 如果大家想自己製作 大家可以買5mm不手鋼瓶或蛋弓鋼 切遮骨長度大約1.2mm便足夠 箭頭用磨機磨尖 大家喜歡磨三個斜邊或圓 遮骨後面會有一個洞 我們把剛才綁上去的橡筋 就完成了 握法和握屁股差不多 橡筋枯在手指弓上 然後用另一隻手來拉橡筋 尺手放開的墊就可以射出 原理和試鋼一模一樣 有錢的朋友直接給錢買試鋼就可以了 好像小時候沒錢玩 就唯有做這些手作來玩 做完遮骨, 當然是下水試試 先試試一下 夜水浮泡的繩子不用太長 紮短一點再潛就方便很多 游游看見蟹反轉 怎麼會放在這裡 輕飄飄的樣子 看來就像剛剛換出來的殼 可惜看來看去都不見蟲皮蟹去了哪裏 依奇還未在焗水 大牛丘也未來 只看到牛丘仔放在沙灘上 在水裡, 魚會放大了 用遮骨來量度 便知道魚大魚有多大條 這些尺寸的沙灘, 吃都沒肉吃 放在海裡, 養到手掌那麼大便差不多了 有隻油蝦 只有一隻這麼少不夠吃 這樣就不要攪拌了 這條沙灘的手掌, 真是極品 弄錯一下, 這樣也能走到 有時用手按, 會讓它走掉 用遮骨, 完全不能走 用手掌的手掌 這個花蟹這麼大, 躲在泥裡 原來花蟹是極品 這裡面是極品 就放了它 從前一點, 又有一個 又是有花蟹 已經看到沙貓尾 夾在中間, 這次不能走 黑沙的黑沙不動 慢慢選擇才捉都不像 不過這條小一點就不做了 因為遮骨沒有倒勾 所以打魚就盡量一槍KO 而這條尺寸就差不多了 筋頭尺寸剛剛夠一餐 一箭KO, 是否簡單呢 終於找到花蟹公, 這次沒有鎮 真棒, 頂級尺寸 大家記住, 蟹千萬不要用箭打死 蟹一死, 肉很快會煤 這樣就浪費了一隻蟹 看你的樣子好像很喜歡遮骨 麻煩你幫我拿著 遮骨 現在就可以給我了 太大隻, 塞不進網袋 塞了這麼久, 終於塞進去 這個尺寸, 留來煮公仔麵就適合了 這裡有些瓶裝八爪魚這麼有趣 不知道哪個放在這裡呢 這些八爪魚拿去釣大班就適合了 這條沙蟹更大條 捉住這條頂級沙蟹, 就可以收工走人 沙蟹肉和沙蟹皮都做過了 如果想知道怎樣做, 可以看阿火以前的影片 這次阿火會用魚乾和魚錶 和大家做一個蒸焗魚乾來吃 沙蟹魚清除內臟的時候 我們就留下魚乾和魚錶 把魚錶放進去洗乾淨 我們準備一碗鹽水 把魚錶放進去洗乾淨 魚乾, 放進去洗乾淨 把魚錶放進去洗乾淨 把魚錶放進去洗乾淨 我們切好的薑絲 蒜頭切成薄片 紅蔥頭切絲 把蔥擦的撕成絲 然後切蔥頭切成絲 蔥花備用 芫荽切成段 切招絲用來擺盤 果皮切成絲 油炸鬼切片 厚度大約2cm 把油炸鬼鋪在碟底上 把油炸鬼切成薄片 油炸鬼頭不太好 就這樣吃了 準備兩隻蛋 打勻 把蛋漿倒入涼杯 加入同份量的清雞湯 熱鍋下油 把蒜片和紅蔥頭炒香 用慢火煎香的魚乾 用魚乾油爆香的薑蔥 聞到香味後 把魚錶放進去炒 炒至魚錶半透明 這樣就可以了 把魚乾和魚錶放進大碗裡 把剛才準備好的蛋漿倒進去 加入半茶匙的鹽調味 加入適量的胡椒粉 把果皮放進去 把蛋漿倒進去 把蛋漿倒進去油炸鬼上面 在上面再鋪多一層油炸鬼 準備多一隻蛋 然後打勻 把蛋漿倒進去 用大火蒸它25分鐘 如果用鑊蒸 就可以包一層保鮮紙 起碼, 防止倒汗水滲在蛋漿上 蒸完後再倒進一層蛋漿 放入烤箱, 用180度烤到10分钟 加入葱花, 芫荽和红辣椒 加入胡椒粉, 蒸烤鱼干就完成了 可以吃了, 烤鱼肠的朋友烤鱼干 没有吃过, 这次可以标配这个 标配四斤 喜欢的芫荽, 哇, 真棒 这些重口味,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哇, 真棒 胡椒粉 这个还是胡椒粉多才能够吃 这个挺滑的, 有够鹹 够鹹啊, 嗯, 够 那些很脆的, 很脆的 很脆的, 我觉得这些要倒胡椒粉才行 那些是什么, 这些是鱼标 这些是鱼标, 这些是鱼标 这些呢, 这些也是鱼标 细干净了, 炒香了再放进去 哇, 很多工具啊 很多工具啊 好吃 好吃呢, 好吃啊, 玩鱼肠 好像鱼肠洗, 很烦啊 是啊 反正你都不要的, 这些下篮东西 它煎开这个干, 很香啊 刚才我煎干的时候呢 我感觉上跟鱼肝的味道相似 是不是啊 嗯, 像鱼肠蒸蛋了 是啊 是啊 但是这个方便很多, 这个洗 没有鱼肠也洗得那么麻烦 这个呢 哇, 挺难洗的, 知不知道 这个呢 这个有鱼皮, 不用的 很香啊 很香啊, 是啊 不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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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鱼香味都没有 煎香了 蒜片就煎了鱼干 然后鱼标就用姜葱爆过 很香啊 这些鱼皮20多年了, 所以很香啊 这个刚才可以发挥了蒸鱼 先蒸后焗 是啊 是啊 不用洗 一次过 一炉过 很麻烦 只要吃藥鱼 走 你能看到的 很麻烦 这些油炸鱼这样煎完焗 很美味 又脆呢 这些在街上都吃不到 这些都吃不到 都没人在街上吃 很心急 不, 这次很快 不看鱼 我觉得工作就很好笑 不, 将来不看 怕没得吃烤鱼腸 自己都可以吃到 没得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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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我们到这里 下集回来见 拜拜 谢谢大家